有理有趣有介操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话说1900年普朗克蒙出一个黑体辐射的普世公式 然后普朗克就马上意识到既然这个公式正确 那它当中就必定隐藏着某种真相待我发觉 于是普朗克就开始研究这个公式 具体的推导过程我在这就不说了 主要就是通过分子分母同时呈上一个常数 叫做波尔兹曼常数 反正最后普朗克通过这个公式推导出一个结论 这里我们必须要说一个公式 但是我保证只要大家有中学以上水平绝对可以看懂 E等于nkc2ν 这个n只能取正整数 其中k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波尔兹曼常数 c2叫做维恩系数 维恩还记得吧 上几课我们说的维恩公式那位 ν就是电磁波的频率了 那这个k和cr都是常数 那这不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吗 那就在坐标下表示就是一条直线啊 哎 可是别忘了 这个公式是有一个条件的 也就是n只能取正整数 换句话说 这个黑体辐射的能量取值只能是某一个最小值的整数倍 这个最小值就是kc2ν 那普朗克说这个k和cr都是常数 那k乘以cr我就用h来表示吧 然后把h就是大家知道的普朗克常数 所以这个公式就变成了e等于nhν 同样n只能取正整数 但是反过来一想 这个经典物理学不是这样的啊 没听说过这个能量还有个最小值 而且还是不连续的 就好比我们之前都想过的一个问题 有一根香肠 我从中给它切了一刀 切成一半 然后把这一半再分一半 就这样一直无限的分下去 应该是无穷无尽的呀 可是现在好像是分到某一个值 它就不能再分了 这个有点想不通 隐约之中普朗克就感觉自己可能是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了 于是在1900年的12月14日 普朗克就把自己的推导过程和想法发表了出来 然后他还说 如果黑体辐射的公式是正确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假设 假设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似乎能量不是连续的 物质的能量像是一份一份的 以一个不可再分的能量子的形式向外传播 自己给能量的最小值起了个名 叫做能量子 简称量子 这就是量子的起源 于是我们说普朗克打开了旧的量子论和量子力学的大门 但是毕竟和当时的经典物理学有点格格不入 而且上级课我们说了 普朗克是1900年的时候是42岁 他本身这个人就很保守 再加上42岁这个年纪他多少都会有一些顾虑 所以他就在论文的最后写上 说我就这么一说大家别较之 然后当时的物理学家就真没较真儿 也没拿这个当回事儿 上级课我们还说就是1905年金斯把锐利的公式修改了 你看那都是1905年的事儿了 也就是说在普朗克提出公式5年之后 还有人试图从经典物理学的角度来解释黑体辐射的问题 不过同样是在1905年有一个人把普朗克的假设当回事儿了 谁呢?就是家喻户晓的爱因斯坦 有同学说爱因斯坦不是在1905年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吗 对你看他一边发表狭义相对论 然后他还有经历研究黑体辐射和光内校有问题 1905年爱因斯坦是26岁 他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所以年轻人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些新奇的想法 等我们之后讲到很多大佬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是很年轻的时候 才对量子力学有很大的成就 爱因斯坦听说过光电效应问题 说一束电磁波打到金属板上 能不能打出来电子和光强没有关系 只和它的频率有关 然后现在普朗克又说能量不是连续的 而是一份一份的 这每一份的能量又和频率有关 爱因斯坦想到这儿 黑黑一笑 这不是送分题吗 于是爱因斯坦就假设 既然能量不是连续的 然后电磁波又是一种能量 光又是一种电磁波 那光也就不是连续的呀 那我也把这个光分成一小份一小份 然后每一份我给它取个名 就叫做光量子 光量子就这么来的 后来美国的物理学家给改了个名 叫做光子 爱因斯坦就说 光子也是不可再分的 就是最小的单位了 然后它的能量的值根据普朗克的公式 E应该等于h³ 就是当n取1的时候 其中h就是普朗克常数 这个³就是光的频率 哦对 刚忘说了 普朗克常数值很小 它的数量级是10-34次方 所以你看很小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哪个公式当中看到普朗克常数 那它就一定是一个量子问题 然后爱因斯坦就写了篇论文 说这个金属板上的电子要想把它打出来 它就最少需要一个能量 把这个能量叫做溢出弓 也就是说至少得给它这个能量 电子才愿意跑出来 然后现在你这个光一个粒一个粒的打过来 那就是每一粒光子的能量 只要是它比电子的溢出弓大 那电子就能出来 所以这样我们就很好得出一个结论 也就是光的频率只能是大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电子才会被打出来 刚好这个频率的值落在了紫色的光范围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紫颜色的光 和紫光频率以上的电磁波 才能够把电子打出来的原因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抬东西来举例子 说有一个重物 我们的想法就是一个人抬不起来 就两个人一起抬 两个人不行就三个人 人多总能抬起来吧 可是在当时的经典物理学看来 光电效应就和什么一样呢 就和东西能不能抬起来 和你多少人没有关系 只和你这个人的年龄有关 只要你这个人的年龄超过某一个值 你即使一个人也能抬起来 理解不了吧 爱因斯坦就说现在不行 我们不能这么理解了 这些人现在是理想中的人 这个人有一个特征 特征就是他的年龄和力气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年纪越大力气也就越大 换句话说 他的年龄实际上从某个侧面 也表示了这个人代表的能量 然后这些人也不能一起过来抬这个东西 这些人只能是排成一排一个一个的抬 第一个人来了 没抬起来 好那你走吧 下个人再来试 所以我们乍一看 这个问题好像是和年龄有关 实际上还是和每一个人的力气有关 也就是能量嘛 你看水到渠成 于是1921年爱因斯坦 就因为解释了光电效应问题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相对论倒没得 因为当时的相对论还没有实验验证 至此我们第二个问题光电效应和第三个问题黑体辐射 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这里额外说几句 其实历史上人们对于光究竟是个啥 到底是波还是粒子一直是争论不休 最早最早的给出系统的给出理论的 这个人叫做惠庚斯 他说光是一种波 就跟水波一样 就是波动的 然后还推导出了折射和反射定律 但是不能解释眼射 然后又过了几年 牛顿大神 牛顿大神说光不能是波 光是威力 还有的人说 因为当年胡克 大家都知道 胡克和牛顿一直是很有仇的 胡克当年就是支持波动说 然后牛顿顺势说怎么可能是波动呢 光明明就是粒子 按照牛顿自己的描述 这个光是一种非常奥妙的粒子 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粒子 为啥是个粒子 牛顿也不知道 但牛顿多厉害啊 他那个地位 所以就这么一个凭感觉出来的粒子说 就是维持了一两百年 没有人敢出来反驳 直到19世纪初 这个波动说 好像又复活了 从人们开始发现眼射 然后到托马斯扬 做出了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 然后又到菲尼尔 完善了当年惠庚斯的波动理论 然后一直到麦克斯韦 预言了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至此波动说是完胜 突然之间 爱因斯坦对光带效应做出了解释 还提出了一个光量子假说 这似乎在说光是一种粒子 是不是这个粒子说又回来了 其实爱因斯坦刚对光带效应做完解释之后 也是没有多少人认同的 你看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是在1921年 也就是他解释之后的16年才得到的诺奖 这期间一直有很多人不相信 比如美国的物理学家密利根 他在1912年还不相信爱因斯坦的光带效应解释 然后他又想通过一个实验 来证明量子说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这些假设都是错的 没成想 歪打正着 然后密利根通过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是正确的 所以密利根还为此获得了1923年的诺贝尔奖 这人们才不得不相信光既是波又是粒子 玻璃二向性嘛 但是我们后来讲到物质波 讲到不确定原理 你就会发现玻璃二向性又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人们还是在一直争论不休 话说回来 我们重新看一下第一节课讲的巴尔默公式 你会发现巴尔默公式同样有这么一个前提条件 也就是n只能取正整数 这会不会和普朗克的能量量子假说存在某种关系呢? 还有当时的第四个未解之谜 原子的稳定性问题究竟是咋回事呢? 我们下节课接着聊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节课见 拜拜